欧洲国家被外围赛有一场未眼线轰动 那就是B族的合法大战 两只欧洲强权被分配到同一个小组 尽管其他三队实力较弱出现应该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不过正面硬碰硬说什么还是要争点面子才行啊 因此法国目前还是绷紧神经加紧训练 这次法国队除了门将Hugo Loris宣布国家队退役之外 其他阵容都跟世界杯大同小异 包括姆巴佩、Grisman甚至老大哥Giru都再一次入选 上届欧国杯法国先从死亡之组和德国葡萄牙、匈牙利 站到最后一场比赛的最后一刻才确定以分组第一出现 不过淘汰在第一场提到PK大战最后败给瑞士 荷兰则是同样以分组第一晋级 却在16强意外输给捷克 提前遭到淘汰出局 这次也将以和世界杯几乎一样的阵容来应战 两支强拳球队提前在资格赛来过过招 想必全世界的球迷都迫不及待 想要看到这场精彩的合法大战了吧